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雪岭山陵园仍然承担了今年清明期间 我是最大的祭扫客流压力 按不完全统计 目前雪岭山墓园的骨灰总量接近10万份 其中包括寄存骨灰近3万份 墓穴骨灰超过6000份 墙壁葬骨灰1万多份 地下公墓骨灰2万多份 以及长期无人认领的骨灰2万多份 那么今年我是的清明祭扫工作 有哪些重点和难点呢 应对着持续大半个月的祭扫大客流 我是的民政部门以及各大墓园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这几天我是岛内外的各大墓园 每天都陆续迎来一些前来扫墓的市民 这些市民都是为了避开清明小长假的祭扫高峰 提前来扫墓的 市民曾先生和他的家人就特地选择周一上午 来到雪岭山陵园扫墓 这么早过来的话不要跟人家急 因为避开了祭扫高峰 所以曾先生虽然是开车到雪岭山陵园的 但是一路畅通更没有遭遇停车难的尴尬 不过更多利用非周末和假期提前来扫墓的市民 还是选择了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他们认为错峰祭扫方便自己也方便他人 绿色出行会更省事省心 看到不少市民错开祭扫高峰前来扫墓 雪岭山陵园管理站经理王三龙颇感欣慰 因为一段时间来祭扫高峰期间的交通压力 仍然是他最焦虑的事情 我们主要的困难还是在交通 因为人流量的剧增 周边的交通每年都是堵舍的 虽然说交警部门交警他们会过来这边现场指挥 但还是每年都是拥堵的 门口这个雪岭花园是天地公司的 不是我们墓园的 只是说它刚好是一个公共的停车场 那我们墓园大概有60辆 然后加上外面的106辆 就107左右吧 王三龙说毕竟大多数市民要上班上学 只能利用周末和清宁小长假期间祭奠亲人 因此应对祭扫高峰期间出现的大客流 雪岭山陵园会增加安保人员现场指挥 疏导交通 现在有共享单车还有公交出行 地铁站都是离这边很近的 所以还是呼吁大家都尽量搭乘公交车 公共交通工具过来这边祭扫 行车难停车难同样是位于岛外的中华永久墓园 在清明祭扫高峰期间所面临的一大问题 墓园方面表示他们也一直想方设法 希望在清明小长假期间能多提供一些临时停车位 但现有的停车位对于市民的停车需求 仍然有很大的缺口 我们今年园区主要是停车位大概有500多个 那停车的可能满足不了市民的需求 那可能市民应该要那个我们是建议说 坐公交车会相对会好一点 因为那个车毕竟车流量很多 那个车位紧张相对比较紧张 车流量和停车位数量的巨大悬殊 是每年清明前后 我是各大墓园都要花大力气 考虑和适当改善的问题 然而在限时条件实在有限的情况下 市民选择公交车绿色出行 才是缓解清明寄扫道路拥堵最直接有效的办法 清明这高峰期确实是各个墓园都比较拥堵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市民能够错峰出行 绿色出行尽量选择公交 公交因为公交公司这几年也有很多的 做了很多的配套 他们很多线路可以选择 像我们铁马墓园的话 我们今年照样会同狐狸公交 在我们那个市民南路433号 原大生理这个宾福中心的业务咨询点 有办理那个专门的公交售票 是从那个3月24号到4月14号 是集中售票 发车是从大生理经轮渡到铁马山墓园 和往年一样 今年清明期间 我市的薛岭山林园中华墓园 龙寿山林园等几大墓园 依旧为前来寄扫的市民提供饮用水 便民伞药箱等服务 我们这一块是我们在今年在薛岭墓园 布置了一个休息区吧 应该是便民服务区 里面有提供一些茶水 座椅然后供市民休息 另外的话我们今年 我们厦门市福利中心 也给予大力支持 派了两位医护人员到现场来 可能做一个应急的医疗救助 像用水啊 用电啊 厕所啊 等等 这样一些方便我们介绍群众啊 这么一些所需要的 那我们都考虑的还比较细 包括像相关部门的一些 像交通树上 那么安全的一些管理啊 防火啊 等等 各个单位各个部门呢 都有预案 还紧急处理的一些措施 应对清明祭扫大客流 我是多方面已经配合民政部门 提前做好了各种应对措施 有一些市民也选择了 错峰扫墓绿色出行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互动平台上网友们的留言 前几天我和家人就是先去薛林山扫墓 觉得人挺少的 无论是坐公交车去墓园 还是现场祭拜都挺方便的 觉得还是提前去祭拜 抽害清明高峰比较方便 我们家是打算清明期间去扫墓的 因为大家都休息才能聚在一起 然后我们是商量好 坐公交或者打滴都不开车 然后有住得近的还可以 就是自己去坐共享单车 然后大家带着鲜花去祭拜 这样比较环保也比较简单挺好的 好的 感谢以上网友的留言 我们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少开私家车 多选择公共交通工具绿色出行 是近年来 我是倡导的文明祭扫方式之一 而另一方面 少焚烧纸钱 多用鲜花来缅怀逝者 也是文明祭扫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持续宣传中 市民们这方面的观念是否有了一些转变呢 相关单位又在提升基础设施 促进一丰一俗方面进行了哪些尝试呢 在今年的清明祭扫中 鲜花在越来越多的市民手中出现 我们家常来不放鞭炮 不烧香 那就干净啊 清洁干净 没有污染 我们就是把木地弄得干净一点 然后把鲜花放上去 就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也是等于家族一个相聚 然后一起吃个饭这样子 多放鲜花 然后那个就是少烧纸钱 这些东西 那整体整个的技少都会比较文明 然后城市的空气质量也是会好很多 我们还会提倡就是文明记少 然后每位来记少的家属 每人送一只鲜花 然后还有一张送一张小贺卡 签名 签完名就可以 那个一只鲜花和一张贺卡 当然焚烧纸钱的风俗不是说改就能彻底改的 还有很大一部分市民表示 他们会带来鲜花 纸钱也要象征性的烧一些 那要了我们的闽南风俗传统的肯定是要烧纸钱的 面对市民群众仍然较高的焚烧纸钱需求 我是民政部门在宣传倡导文明记扫的同时 也积极改善各大墓园的焚烧设备 去年薛岭山墓园投资建设了四台机械焚烧炉 采取先进工艺 收集指前焚烧过程中产生的烟尘粉尘 再通过水循环处理 让焚烧过程不会产生大量烟雾和气味 四台机械焚烧炉在去年清明节投入使用之后 给园区的空气质量带来了不小的改观 今年清明祭扫高峰 薛岭山陵园继续推行统一游工作人员焚烧纸钱的方式 同时禁止在旧牧区内焚烧纸钱 今年把纸钱的祭扫完的时候 把纸钱带到焚烧炉前 有工作人员来替他代替他烧纸钱 或者是放在旧牧区里面放置的楼框里面 有工作人员统一拿回来统一烧 旧牧区杜绝的烧纸钱 因为你在牧区里面也有几个安全隐患 到时候里面也有树木 也有草 会有些安全隐患 我们没有办法杜绝说烧纸钱 但是我们应该提倡的就是鲜花季少 少烧纸钱 现在进来可能大家经济都好一点 特别是年轻人一买纸钱都是几万几万的买 虽然我们去年高峰期三天 每天都加班到十点到十一点 就是因为我们是由我们工作人员统一焚烧纸钱的 家属直接将纸钱放在我们的楼框里面 然后由我们工作人员统一焚烧 那因为纸钱量太多了 我们都是彻夜加班的 所以还是呼吁大家少烧纸钱 市民政局表示今年清明期间 由工作人员集中统一焚烧纸钱的做法 将更多的在我市岛内外的墓园出现 希望市民群众尽可能的给予理解配合 那我们当然希望就是鲜花取代之前 给新人进入鲜花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以后我们现在其实也在倡导 那只是我们群众有的时候一下还没有完全接受 那我们也有一些群众在接受 我们希望这样慢慢推开 而且最后就是用鲜花来祭扫 今年在倡导尽可能使用鲜花文明祭扫的基础上 我是民政部门更进一步倡导市民不取骨灰祭扫 这一点香做得很好 香是骨灰祭扫的时候 他们群众都没把骨灰取出来 是在骨灰楼前面建个集中的祭拜的场所 这样只要是骨灰传放这栋楼里面 在这里统一祭扫 不取骨灰进行祭扫 会给市民们清明期间的祭扫活动带来不少方便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 陵园里祭拜场所等基础设施的完善 是倡导推行这一新祭扫方式的先决条件 我们在后面就想说把这个祭拜场所再改造一下 就是说在下半年我们准备在规划 就怎么来改造 方便的群众来祭扫 起一股无意的方式祭扫 我们都在准备在下半年再准备 在闽南地区清明祭扫活动中提倡一风一俗 文明祭扫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需要较长的时间 也需要不断地对市民进行宣传引导 下面继续来听一听互动平台上网友们的留言 以往一道清明 我市的墓园就都是市民焚烧纸钱的气味 到处飘着烟尘 这两年来我市的一些墓园采用了新的纸钱焚烧设备 比较好的控制了纸钱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烟尘 但是要让市民少烧纸钱不烧纸钱 明镇部门还应该在祭扫的形式上不断推陈出新 我挺赞同用鲜花来刀念试者的 同样也能表达新意 而且减少了纸钱焚烧 减少了空气污染 现在还有互联网计扫的方式 我觉得也挺好 时代在发展 文明绿色的清明计扫方式应该成为主流 好的 感谢以上网友的留言 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在现代丧葬文化中 不仅有文明继扫还有生态殡葬 生态殡葬也是十年来 我是始终在积极倡导用心实践的新风上 从2008年开始 我是举办集体海葬活动 已经持续了十年 2008年有31人参与 而到2017年参与人数 则增加到了179人 并有157位逝者得到了费用减免 到目前为止 我是共有800多位逝者的骨灰 洒入大海 今年我是计划筹办两场海葬活动 分别在5月份和10月份举行 预计两场海葬活动的参与人数 将达到320人 而薛岭山陵园还斥资近百万元 对海葬仪式广场进行了改造 薛岭山陵园刚刚完成改造的 海葬仪式广场 平整面积达到3000平方米 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并进行了绿化提升 体现着庄重与生态之美 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是在我们薛岭广场 来举办这个海葬的公寄仪式 薛岭因为地处我们市中心 它的场地是比较狭小的 所以我们今年呢 这也是跟财政那边申请了专项资金 对我们这个场地进行了平整 以及这个景观的提升 那希望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市民群众 今年我是将举办两场骨灰撒海活动 5月5号至11号接受集中报名 今年两场海葬公寄仪式的参与人数 预计将再创历史新高 从我们这个人数的增长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是市民的文化程度的提升 思想比较开放了 然后呢 再一个是我们政府这几年也是大力宣传 我们这个绿色殡葬 所以接受程度也比较高 再一个是从2014年开始 我们的财政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对我们本市户籍的居民参加我们这个海葬活动 给予费用的减免 我们也想说我们尽可能的把这个仪式把它做好 吸引更多的市民来参加我们这个海战活动 海战这种形式 去年是一百多年 一次组织 相对人多了 车啊 等等都不太方便 包括用船 因为我们是要申请这个大船 还有海域的 那我们是想既然要做也要把它做好 那群众要满意 我们每年搞海战都是搞集体攻击仪式的 这也是对市者一种尊重 今年开始我们准备每年做两次 五六月份 然后十一月份左右 分别做一次 这样也方便一个跟我们传统这种稀疏 慢慢吻合 因为清明前后嘛 冬至前后嘛 冬至前 这样两次 实际上生态安葬方式不仅仅有海葬 还有花葬 树葬 草丛葬 深埋等多种形式 雪岭山陵园这个占地约400平方米的小花园 就是我是刚刚建成的一处生态花坛葬 这处生态花坛葬环境优美 让所有的逝者都能得到关怀与尊重 同时生态花坛葬采用无碑深埋的方式 不留名 不立碑 骨灰不保留 让逝者融于绿色 回归自然 生态葬法它本身就是 它说少用地 它说不用地 你家花葬树上草丛葬 因为它有的是采取可见解的骨灰盒 放家以后 它比一年以后 它的建杰就跟花和树浓为一体 那它就不保留这个 那这海战它就更不保留果灰 它直接就撒到大海里面去了 就是它是环保嘛 接地 生态 这个地 就是给我们子孙后代 多留一些土地了 就是把我们这个环境做得更美嘛 目前来讲 下边的文明程度都一直在提高 那市民也逐步地对这个 它也有提高 这几天也有人都来自行 那我们也是说 准备在下半年 逐步地投入的使用 不过毕竟目前这些生态安葬方式 在我市的实际运用还为数不多 今年市民政局计划在岛外 规划建设一座公益性公墓 逐步推行花葬 树葬 草丛葬等多种生态安葬方式 同时希望通过政策上的引导 来促进市民现代丧葬观念的转变 无论是生态殡葬还是文明祭扫 都应该成为市民们共同维护 美丽家园而做出的努力 在我市推进绿色殡葬改革的道路上 需要市民积极响应文明祭扫 生态殡葬的倡导 慎中追远 培养向好向上的社会风气 也需要相关部门不断推出 更人性化的祭扫方式 殡葬方式 更加到位地进行政策引导 当绿色成为清明的主旋律 主色调 当文明生态的现代丧葬方式 深入人心的时候 人与自然才能真正和谐发展 好的 再次感谢 今天在互动平台上 参与讨论的网友 也请大家继续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登陆厦门广播电视集团 官方微信和看厦门APP 与我们展开互动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朱月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